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房子里活活将其烧死 之后的弗莱迪被远古梦魔附体 成为了一个可以在梦中杀人的恶鬼 榆树街上的很多青少年都成为了他的刀下鬼 他靠着别人的恐惧为生 别人越是恐惧他 他就越强大 后来有人找到了克制弗莱迪的方法 最终将其打入了地狱 大家都再也梦不到他 弗莱迪也在地狱渐渐的被人遗忘 如果大家再想不起他 他就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他把目光盯上了另一位大咖 杰森 在13号星期五第九部里 弗莱迪拿走了杰森的面具 想通过面具这个媒介 在梦中变成杰森母亲的样子 唤醒了沉睡湖底的杰森 并诱导他去春午镇榆树街大开杀戒 想通过杰森的手唤起大家对自己的记忆 就这样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杰森再次复活 拿着砍刀向着榆树街警发 画面一转 在榆树街的一栋房子里 珍珍正在和男友酱油哥不可描述 完事后珍珍去洗澡 这时杰森出现含死了酱油哥 然后用床将酱油哥叠成了三明治 珍珍洗完澡出来 看到这一酸爽的场景 当场就飙起了高音 榆树街的邻居们文讯赶来 赶紧报警 老警长看到这一幕 感觉这作案手法怎么这么熟悉 他一看门牌号 这不是当年弗莱迪出没的地方吗 看来弗莱迪又重出江湖了 老警长是马上下了结论 说这是弗莱迪干的 让大家不要伸张 可这句话让等着在警局做笔录的小美给听到了 弗莱迪的名字就这样萦绕在了小美的脑海中 久久挥之不去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的 小美感觉特别的困 不知不觉的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等她醒来一看 警察局是空无一人 小美四处查看 在斗廊里发现了一个眼睛冒血的小女孩 她唱着猛鬼街的主题曲向着小美逼近 原来这是弗莱迪用幻象 带勾起小美恐怖的记忆 接着弗莱迪出现吓醒了小美 好让她将恐惧传遍小镇 接着弗莱迪又潜入了蓝衣男孩的梦中 直接将其拖到了大街上 伸出利爪 打算将其灭掉 但由于弗莱迪的功力还没有恢复 所以并没有对其造成多大的伤害 好在这时杰森出现 果断的灭掉了蓝衣男孩 避免了弗莱迪的尴尬 蓝衣男孩的死加上小美的梦 让弗莱迪归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小镇 为了避免恐惧 警方说是酱油哥和蓝衣男孩 互相斗殴而死 但这话连三岁小孩也骗不了 而小美还到处和别人说是弗莱迪干的 但大家对这个二十年前的杀人狂 是一无所知 都没有放在心上 认为小美是在胡言乱语 这时人群中走出了一个人丧哥 他面色凝重的 给大家讲起了弗莱迪的故事 原来当年他就见过弗莱迪 并从其手下逃生 但之后丧哥就被当做了精神病 被送进了医院 小美是越听越害怕 这时人群中又走出了一个人 他就是小美失踪已久的男友小帅 小美一看 当场就晕了过去 原来当年小帅和丧哥 都差点死于弗莱迪的手下 后来他们在医生的帮助下 再也梦不到弗莱迪 但两人由于必须每天服用药物 只能住在精神病院 而小美也不知情 认为小帅已经死了 所以才这么激动 这几天小帅听说弗莱迪再次出现 于是想办法逃出精神病院 阻止弗莱迪继续作恶 丧哥看到人群是越聚越多 担心被送回精神病院 赶紧就拉着小帅逃离了此地 而接下来的几天 由于恐惧的传播 弗莱迪的力量恢复得很快 他开始进入更多人的梦境 吓唬别人 也渐渐的可以造成一些伤害 转过天的晚上 闺蜜们邀请小美参加玉米地派对 这时小帅悄悄的找到小美 要带她离开 说是有危险 还没有来得及细说 闺蜜黑妹就将小美给拉走了 呃 看了两人的感情也就那样啊 另一边 同样来参加派对的珍珍 因为失去男友 所以借酒消愁 喝醉酒倒在了玉米地里 这时一个精神小伙 悄悄地跟过来 趁着珍珍睡着 就强行与其不可描述 而梦中的珍珍 遇到了可怕的弗莱迪 被摔打得不成人形 眼看着就要没命 忽然珍珍就从弗莱迪的眼前消失了 原来是杰森半路杀倒 在现实中 将珍珍和他身上的精神小伙 用钢筋穿成了糖葫芦 接着杰森冲进了派对的现场 开始了疯狂的屠杀模式 在混乱中 小帅带着小美 黑美 熊大和熊二 跳上了丧哥的车 几人是逃离了派对现场 大家是惊魂未定 也不知道突然闯入的杀人魔又是谁 在把几人送回家后 小帅仔细地告诉了小美 自己这些年失踪的真相 这时小美的父亲突然出现 强行把小美带回了家 小美被爸爸奇怪的态度给吓坏了 于是偷偷地翻窗逃走了 然后与躲在附近的小帅会合 接着他们去找丧哥 而此时的丧哥正在梦境中 被弗莱蒂折磨 小美和小帅就眼睁睁地 看着丧哥惨死面前 并且弗莱蒂还用火 在丧哥的后背留言 宣告自己回来了 接着小美小帅 找到了之前参加派对的 几个年轻人商量对策 这时镇上的年轻警官 郑义哥也找上了门来 原来他根据案发现场的 种种线索推测出 事情可能是水晶湖畔的杰森干的 但老警长却固执着认为 就是弗莱蒂 所以他特地来找几人 核实情况 但聊着聊着 小美又睡着了 然后被弗莱蒂直接来了个逼踪 还要强吻小美 大家看到小美在挣扎 担紧就叫醒了他 而小美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拽下了弗莱蒂的一只耳朵 回到了现实中 这下大家确定了 他们面对的是两个可怕的杀人魔 弗莱蒂和杰森 会在他们醒着和睡着时 追杀他们 这可真是一点都没跑 这时小帅想起 他和桑哥在精神病院吃了一种药 可以让他们不做梦 这样弗莱蒂就找不到他们 几人赶紧行动 往精神病院赶去 但这几个货实在是不争气 特别是雄大 嗑了药后 竟然在药房睡着了 结果被弗莱蒂控制了身体 将小帅要找的药 全部倒进了下水道 与此同时 杰森也赶到了医院 一刀砍空 将医院的监控台砍得给短路了 杰森触电的同时 一把抓住了郑义哥 把郑义哥烧成了焦炭 接着杰森开始追杀其他的人 弗莱蒂则准备了两支大的注射器 里面灌满了镇静剂 然后附身到了熊大的身上 偷偷的摸到了杰森的身后 然后将镇静剂注入了杰森的体内 而杰森也不含糊 手起刀落将熊大劈成了两半 与此同时 杰森也进入了弗莱蒂的梦境中 两个杀人魔 开始了首场面对面的对决 接着弗莱蒂化身成为了杰森的母亲 骂他和侮辱他 搞得杰森很伤心 接着他又变成了本来面目 继续羞辱和殴打杰森 杰森是手起刀落 砍掉了弗莱蒂的两条胳膊 但弗莱蒂转眼就恢复如初 在梦里他才是王者 接着弗莱蒂开始吊打杰森 还将他扔到了水里 让杰森感受小时候溺水的恐惧 而在现实中 小美和小帅趁着杰森睡着 将他五花大绑的扔到了车上 几个人商议把杰森拉回水晶湖 让他回到现实中大战弗莱蒂 这样两个恶魔都会两败俱伤 他们也就安全了 然而去水晶湖的路上 熊二一个走神 将杰森甩了出去 不知去向 好在这里离水晶湖不远 小美决定再次潜入梦中 将杰森带回现实 可事已愿违 小美却被弗莱蒂控制 回到了几年前 母亲惨死的那一夜 那一夜弗莱蒂控制了她的爸爸 杀死了她的妈妈 清醒后的小美爸爸是后悔不已 他知道小帅也被弗莱蒂控制过 所以看到他俩在一起 就赶紧拉走了小美 以免弗莱蒂找上小美 画面一转 梦境发生了变化 弗莱蒂开始疯狂的折磨小美 小帅在现实中 眼睁睁的看着小美的身上 被划了一道又一道的血口子 与此同时 暂时摆脱弗莱蒂的杰森 从梦中醒了过来 又开始追杀其他的人 黑妹和熊二 为了保护昏睡的小美 被砍成了重伤 而小帅在拖着小美逃命时 不小心让火烧伤了小美的手 剧烈的疼痛 让小美回到了现实 同时也将弗莱蒂拖回了现实中 哦吼 这下可轮到杰森发威了 高大的杰森拖着骷髅一般的弗莱蒂 就像揍小筋似的 一把就扔出了好远 弗莱蒂暂时是处于了下风 在打斗过程中 两人还顺便的收拾了熊二和黑妹 在扫除了障碍后 两位大神打得更起劲了 普莱蒂毕竟是酒精沙场 经验比杰森要丰富一些 他闪转腾罗 躲开了杰森的攻击 还偶尔的偷袭一下 将杰森划得全是血口子 不过这点伤 对杰森根本就是挠痒痒 接着杰森又开始了扔小筋的模式 普莱蒂善于使用身边的工具做武器 什么氧气瓶 水泥罐 钢筋棍 通通的往杰森的身上招呼 杰森则一次次的将砍刀 劈到普莱蒂的身上 而另一边 本来逃走的小美和小帅 认为朋友都是因为他们而死 必须消灭两个恶魔 为朋友报仇 而此刻 两个恶魔已经来到了水晶湖的码头 小美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 用汽油引燃了码头 码头爆炸了 两个杀人魔被炸上了天 接着小美小帅 从被墟里搀扶着走到湖边去查看 不料被炸烂的普莱蒂 竟然拿着杰森的砍刀 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在危急关头 被炸的只剩一半的杰森从湖里冒了出来 手中拿着一只弗莱蒂的断手 一把插进了弗莱蒂的胸膛 接着完成最后一击的杰森 沉入了湖底 小美则拿起砍刀 砍下了弗莱蒂的脑袋 噩梦是终于结束了 然而影片的最后 在一片雾气中 杰森再次从水晶湖里走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弗莱蒂的头颅 而只剩脑袋的弗莱蒂 居然调皮的向观众眨了眨眼睛 影片到此结束 本片走的依旧是血腥路线 不要以为是弗莱蒂和杰森的PK 电影中的其他人就可以幸免于难 那群可怜的美国高中生 再次成为了杀人狂们的刀下鬼 大兄女和无脑男 一个接一个的被杰森和弗莱蒂给干掉 尤其是杰森在麦田里的那次大屠杀 以前的杰森还比较低调 总是躲在人家的身后 趁别人单独行动时 悄悄的过去把他给干掉 可到了这部电影里 杰森面对麦田里狂欢的一群少年 毫无畏惧 大砍刀挥起 立马血腥四剑 这种砍人的方式 更像是香港经典系列 古惑仔里的风格呀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